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之下 日本股市应该是会上涨 但昨天仍旧不敌亚洲的全面性的下跌 所以日本股市最后也开高走低 最后是下跌的 好 台股市就下跌了185点 收盘指数17161点 跌幅1.07% 成交量放大到3917亿元 连续两个交易日是价减而量增 价跌而量增 这个其实就这个技术上来看的话 不是一个比较不是太好的现象 而OTC的部分呢 原本那次还有撑 但是最后呢 仍旧也大跌了3.61点 收盘指数是228.57点 跌幅高达1.55% 成交量也放大到908亿元 好 那么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 尾要因为亚洲股市的股汇双沙 其实跟美元指数的上涨 以及大家预期 好像对于联准会降息的时间点 又开始有了不同的预期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还是先从美元 还有这个降息时间表 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开始说起 好的 哈喽 首先先跟这个 先跟就是说 所有的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们 还有凤婷姐说声早安 大家早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先谈的是 谈这个美元 还有这些联准会相关的动向 那其实早在去年那个时候 去年我们发生最有趣的事情是 12月联准会告诉大家 一件很简单的讯息 就讲说 我猜2024年 联准会猜啦 联准会猜2024年 大概会降息3嘛 对 那个时候 联准会这么说的 12月13号在点证图上面都有 当然我们知道点证图 这个东西仅供参考就好 对 没错 结果市场 你知道大家都玩过 大家小时候都玩过 那个就是说 那个就是说 在耳朵旁边这样讲话 传话 然后传到最后一个 看变成什么样的游戏 市场传话传传传传 变成预期2024年 全年要降5到6嘛 而且还提早到 2024年3月 那其实去年 大概12月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点 比较有点像是说 是在借 在2023年年底 借2024年的一些涨幅过来 OK 对 就是说 把2024年的涨幅借过来 对 其实 如果问我自己的观点 我自己认为 2023年跟2024年 其实我本身 我觉得2024年的状况 是稍微好一些 本来一开始 我是这么觉得 但 我们等于说 在2023年年底 先把2024年的 一点涨幅借过来 为什么会借过来 因为它反映的是市场 非常非常乐观的预期 那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先把一些涨幅借过来的话 那我们在势必 在2024年的年初 这一段时间 我不要想还回去 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休息 或是说会有一些 暂停这个 比较就是说 温和一点的情况 我想最简单 我想最简单的嘛 10年期 公债殖利率 在去年的8月到10月 三个月 往上冲了大概快100点 然后再从11月到12月 往下走了 走了100点 你光是这样子 很剧烈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说 市场的反应 真的走了很快 但走得很快 代表就是说 你很容易走过头 对 所以 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联准会 今年面临 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 静下心来讲 联准会到底 可能做什么 还有到底该做什么 当然联准会 每年的挑战都很大啦 那如果讲说 我们先讲联准会去年 如果联准会去年 面临的挑战 是居高不下的通膨 还有市场下跌 就会这个 叫苦连天的投资人 包含我在内 如果去年联准会 面临的挑战 是这两个的话 今年联准会 这个 今年联准会 还多一个挑战 就是来自于 这个总统大选的压力 所以你觉得 今年联准会的 通膨挑战 还没有完全被客户 应该说通膨挑战 它有降下来一些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最后一里路 你知道联准会 它有个天性 就是说 它就像是这个 它就像是一个 很调皮的小孩的 爸爸妈妈一样 爸爸妈妈很爱 爸爸妈妈可能很爱 调皮的小孩 但是 他不能在调皮的小孩面前 装的就是说 太过白脸 因为他知道太白脸的话 小孩就会开始乱跑 那联准会 对于市场的投资人 也是一样 联准会 只要对市场 摆一个比较白的脸 摆一个比较哥的脸 市场就会开始 乱挑 狂掌是小事 但他就是怕通膨 通膨这一块降不下来 因为我们讲通膨 其实它算是 on the way 那我们看 就比方说像是 11月的核心PCE 还没出来 11月的核心 核心CPI 稍微比预期高一些些 但是其实它还是从 先前5个percent 这样缓步往下走 只是近期往下走的幅度 是很缓的 几乎是平的 然后12月的CPI 从11月的3.1上升到 但CPI算比较还好 CPI微幅上升到3.3 联总会很怕 就是说 我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 我白脸摆得太早 然后让这个通膨的这个 让这个通膨往下走的 这个收尾 收尾就是有点 就是说功亏一亏 所以它是来自于 就是说多方压力 那 again我们讲今年的情况 今年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联总会讲说 降2到3码 然后市场现在预期 预期可能稍微低一些 现在预期大概可能在5码左右 那我们自己抓 联总会降的幅度 一定 不要讲一定 我觉得很高的机会 会比去年12月讲得多 因为 会多于3码 会多 我觉得蛮有机会 多于3码 我觉得那个range 可能会推到3到4 因为 有很多个层面 几个就是说 因为 因为美国的这个 这个债务的这个体系 它承担不了 这个相对高的利率 那你看其实 它把时间期供贷值利率 所以你光是从5%降到4% 对于这个公债这个 利率支出就差很多 那另外一个也是说 今年 今年我们有大选压力 那你知道 我觉得各国的这个 各国的政治体系 都有一个惯性 就是讲 大选之前 我们市场不要出太大的乱子 其实 有这样的诱因在里面 所以其实 或多或少 会有一点点压力 就是讲说 我们不能让市场太惨 所以对联总会来讲 其实今年以来 市场稍微有一点点痛 但不会太痛 它就会再从这个当中 去找平衡 它会去测说 诶市场大概就是说 今年以来 稍微有一点点下跌 但还没有到跌到很惨 那它可能先暗暗并不动 但如果 发生去 像去年8到10月 那样一个比较大的修正 它又会出手续久 那其实我们势必可以去预期说 联总会跳进来 因为如果联总会不跳进来的话 那可能 这个 来自白宫那边 会有一些 压力 会有一些 我们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压力 我们会讲一些建议 会有一些建议 那会希望说 市场不要太糟糕 所以 again 联总会的 做的事情 会比现在 现在市场预期的 少一些 但是应该会比 它去年年底 讲的多一些 我觉得会介于 这两个之间 这是一个先做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的预判 接着再来看 市场根据 它的乐观预估 可能会如何的调整 是 对 但是因为 联总会 它今年大方向 应该会比 现在市场乐观的预估 稍微再降一些些 所以其实 我觉得说 我们看到 特别是在 这个 第一季 或是说 可能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市场会稍微 走得比较慢一些 或是有一些休息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 这个都是可以 预期的 我们看 今年以来 其实今年以来 这个也才 也才没几个交易日 但我们就看几个 比较有参考指标 今年以来 S&P500 大致上是平盘到微负 那我现在很喜欢 看一个指数 叫做这个等比重指数 为什么 为什么 S&P500的等比例指数 很重要 因为S&P500里面 我们有 三成是绝地起武士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七家科技公司 七家很大很大的科技股 大家知道 去年科技股就涨了54% S&P500大概才涨24%而已 那 S&P500里面 有三成是这个 很大的科技公司 在带的 那我们今天 如果看等比重指数 他给我们是什么讯息 他会把这七家科技公司 从三成缩到1.4% 因为他就是500家当中的七家 对 他只是500家当中的七家而已 而不是用权重的方式 所以你如果不用权重的方式的话 他的影响力就会大幅度的缩小 就每一家公司的涨跌 其实都是一个单位 没错 都是一个单位 所以这个就叫等比重指数 对 这个叫等比重指数 当然市场大家投资 还是投S&P500 那个赵权重没有错 但我们看等比重指数 其实主要是在看 就是说 我们把七家公司 先稍微放到旁边以后 剩下的493 大家在做什么 那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今年以来 等比重大概 如果再加上昨天的跌幅 大概差不多 可能应该跌到快2%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看今年以来 其实科技还是相对比较强 今年以来相对比较强的是 科技 健康医疗 还有就是非必需消费 那大家可能讲说 哇 去年科技都涨了50% 去年S&P500涨了24% 那你今年这些还要继续涨吗 那其实我们看去年 其实我觉得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的涨幅 去年的涨幅 我们看S&P是涨24 但如果我们换成等比重 就是刚才讲的等比重 500加大家全部涨的一样高 排排站 12% 12%没有算差 但我们再看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因为大家知道 去年8到10月是跌的 然后去年11到12月是涨的 大家知道11到12月的时候 去年11到12月的时候 我们S&P500是涨13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说 去年S&P500的24%里面 大概有13%是来自于去年的最后两个月 就是大概我们简单算数 简单算数而已 但是等比重 在去年的11 12月 涨了16% OK 所以我们看 去年的等比重涨了12%里面 有16%是来自于最后两个月 换句话说 你扣掉最后两个月那一波庆祝行情的话 去年等比重是下去的 对 那again 今年以来等比重也是下去 我觉得这个这一块其实反映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去年2023年本来全年 它不应该是一个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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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市场 对 这由剩下493间公司告诉我们 对 所以整体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强劲 虽然还不错 但是没有那么的强劲 但是七大科技公司的光芒遮掩掉了一切 是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去年在庆祝行情的时候 涨的是这493 反而是科技slow down下来 对 最后这两个月看起来 有不但有扩散效应 而且呢 看起来反而是七大科技公司之外的公司 开始成为抢手货 可是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三个礼拜的时间 是好像还是七大科技公司在表现 对不对 对 那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呢 我们就要观察的就是后续的发展 没有错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安联收益成长基金产品经理 胡伟耀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刚刚伟耀特别提到了 就是 如果我们把标普500指数当中的 七家科技公司跟493家 分拆来看 当然用等比重这个指数 然后去跟标普指数 来做对比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到 七大科技公司 对整个加权指数产生的影响很大 那么分拆开来之后 才比较清楚知道 剩下的493家 到底是涨还是跌 然后情况究竟是如何 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来看 因为今年以来 其实这493家表现是不好的 因为等比重的指数来看的话 是跌2% 可是就标普 这今年以来来看的话呢 其实还是上涨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来问说 那这一个上涨能不能够持续 那今年初以来还是科技股强 而你看我们到今年以来 是小跌0.64% 标普 微跌一点点 但是如果 如果是等比重的话 是跌2% 差不多两个% 所以还是科技股强 其他的493家相对弱 它会一直一年持续下去吗 你们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会不会持续 其实我们首先要看 现在为什么 现在为什么是这些继续涨 或是说 为什么去年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觉得今年年初 现在演的东西 其实跟去年 大概可能上半年 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大方向 概念是有点接近 就是说当时大家处于一种 我不太确定 现在市场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不太确定 市场到底有没有机会 可是现在大家都告诉我 经济在走缓 因为不要忘记 去年大家 去年年初 大家担心的事情是 都看得很坏 对 去年大家年初担心的是 美国经济的 会不会衰退 去年年初 硬着路的问题 硬着路的事情 那在大家担心 经济可能会这种 降温往下走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资金就很容易去往 成长比较好 就是说 比较具有成长性的 这个标的流过去 所以其实去年年初 跟今年年初 我觉得虽然涨幅不太一样 然后市场的反应 也不是说真的 没有像去年年初 那么激烈 但是其实背后的原因 是相近的 当你不晓得 现在怎么看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说 至少 其实科技不只是 科技不只是在涨 其实我们看去年Q4 2023年Q4以来到现在 我们把S&P500 这些各个产业 我们去看它 对今年全年的企业获利 上修还下修 这里面几乎只有科技 是上修的 对 只有少少几个 而且只有科技 然后还有这个 通讯服务是上升 所以你要讲说 科技涨 涨得很贵 但是它是有理由 因为你除了科技 这些少数的以外 大部分都是被往下修的 那 sorry 好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关键 对 因为它的基本面 存在在那个地方 而不纯粹 只是大家的风潮而已 是 对 但是我们会认为说 今年 我们先讲一讲 今年上半年 我们认为可能一些 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我觉得第一个是说 因为今天 今天在来以前 我一直想 其实今年 去年年底 到今年年初的盘式 就是说 我把今年好的这个东西 先抢过来 然后把今年不好的东西 sorry 我把原本不好的东西 先推到今年来 好的是什么 好的是市场的涨幅 跟降息预期 对 不好的是什么 比较疲弱的经济 OK 大家去年在担心 这个硬着陆这些 大家就看去年的GDP 去年美国GDP 都上修的乱七八糟 但是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去年美国 这个劳动力相当的强 那 劳动跟消费都很强 还有就是说 包含年底的这个消费热潮 它等于把这个GDP的 这个走环 有一点点延到今年 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说 今年会衰退 因为我们讲 今年会不会衰退 我们讲今年全年的GDP 从去年Q2到现在 它从0.6上修到1.3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 会衰退的话 它不至于说 这个会是上修的 但是今年我们势必 会在第一季跟第二季 有比较高的机会 去面临到说 GDP它可能在 0.4 0.5左右的水准 然后到下半年才上来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去年比较弱的 基本面被推到今年 然后今年比较 嗨的这个涨幅预期 在去年已经实现 去年实现 先实现一大半 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今年上半年 其实势必你会面临到 你会面临到这些因素 然后对市场 有一点点震荡 当然其实短期 我觉得短期就是说 对 它有反映到企业获利上面 2月我们看财报周的话 这个去年财报周爆的是 去年第四季的企业获利 去年第四季企业获利成长 大概可能在3% 所以是下修到3% 但我们是认为说 因为3%这个标准 实在是太低了 你要去跨过它 其实还蛮容易的 所以我觉得是说 可能现在到2月 财报周短期 应该是不会 应该不会说太糟糕 它可能就持续一个震荡 然后可能财报周 如果优于预期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庆祝行情 但可能在这个之后 那市场可能势必 就会面临到说 开始去预期到下半年的选举 开始反映到基本面走缓 那有可能出现的走势 就是说科技股 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 因为大家都觉得经济 不好的时候 大家只敢去买科技股 但是到下半年 我们下半年 势必会看到的是说 今年联准会 我们觉得可能3月不会降息 但是大概差不多Q2到Q3之间 降息的机会是蛮高 它势必要在选举前先降 它势必要在 所以你们的预期 降息的速度是 大概5、6月、6、7月的时候 开始第一波的降息 对 那对年准会来讲 当然最好是说 看到核心PC降到3以下 那这个是它最好降息的底气 但如果没有降到3以下 3.1、3.0出头 然后那时候市场开始有压力的时候 那我想应该还是势必会放行 那等到这个整个开始转向 然后到年底之前 会是493开始 剩下的493 开始比较有机会 剩下的就是科技股以外的企业 有表现的机会 会比较有机会接放 你要等到选完才有机会表现 应该是大概差不多 在下半年可能Q3、Q4之间 这一块比较明朗的时候 那剩下493会比较有机会表现 但其实不用担心啊 我们这样看嘛 去年 去年493也是11月才开始表现的 然后11月到12月也是涨16% 没错没错 好所以什么时候都有机会 对什么时候都有机会 好所以呢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因为去年11月12月太旺了 也许把今年上半年应该要反应的力多都反应的差不多了 是 那这种过度反应呢 早中就要修正 而且这个修正呢 又牵涉到了 它不会那么早降息 那降息的时间点 如果拖到第二季的话 那今年第一季的风险就相对比较高一点 可能就是说会需要一些整理 或是会需要一些震荡 但至少短期来看 我们觉得说 2月的这个财报之后 应该会是一个相对 应该会相对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财报之后 要一直到2月为止 就这一段期间的去报去年的第四季的财报 会反应市场的强 就到底那个预期强弱到底对不对 对 但因为因为就是说 市场对于这个企业获利成长标准拉得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们觉得说 你拉得太低 反而这个会应该短期 不会就是说让这个有一些太惨的情况 因为平均预期获利只有成长0.5% 这个真的太低了 对那这么低的一个预期 如果表现只要比0.5稍微好一点 也许市场还可以有点震荡 可是你觉得那个大的格局 就是过度乐观的那个格局 所形成的操长终究没有改变 对 所以就算是财报可以刺激一些些上涨 还是有限 它会有限 但是就是说 它市场就会呈现一个比较自行消化的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说 当然大家 大部分的企业获利是被下修的 但科技股 科技股还有一些成长比较强的标的这一块 它还是有在上修 那你市场联准会有抽钱 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从9兆降到8兆 但8兆其实还是很多 你市场上钱还是要找地方 它现在7.6兆了 对7.6兆 它还是 你钱还是要找地方 还是要找地方去去 所以 我们是认为说 只要没有 只要没有出现一些太大的这种系统性风险 例如说 通膨忽然暴冲上来 或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情况 如果只是这种 通膨一下 稳稳的上来 稳稳的下去 联准会一下黑脸 一下白脸 那我们是觉得 其实你看整体的大盘 不至于会有一些 不至于会 就是说 往下修正太多 因为里面还是有三层在科技这边 OK 所以呢 科技今年还是当道 只不过呢 要这个时间点的话 跟着降息的时间点 还有选举的时间点 然后去做不同的配置 那短期之内的话 你对大家有什么建议 短期之内的话 我的 短期之内的话 我这边我还是会建议说 安全一点 其实还是可以去配置一些成长性比较强的标的 然后 如果我们在未来这一段期间 看到就是说 一些非成长型的产业 例如说像是这个 工业啊 然后金融啊 必须消费 这些其他的 有一些 就是说 因为升降息预期的调整 比较大的震荡的话 那其实 上半年趁它低档的时候 去布局它 然后迎接它这个下半年 或者说Q3的行情会 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做法 因为接近选举的话 也许在这方面的这些行业 可能相对比较有机会 是 好 所以今年呢 有通膨的因素 然后呢 有这个降息预期的因素 或者降息实现的因素 然后呢 第三个部分呢 有选举的因素 这三个因素如何的相互影响 这个其实就是一门艺术了 这就不是一门学问了 所以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 那最近的整理震荡 必须要视为 它是一个过度超涨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整理期 先这样看待 我们要非常谢谢 二连投信的 这一个产品经理 胡伟耀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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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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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